今天帶大家來開箱台北時代浴所酒店 Let's go Hi 大家 我們來到台北時代浴所 它總共有14層樓 從外觀到內部的空間都是以一個 膠捲盒跟女人時光的切片為設計概念 出發到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整個台北時代浴所 它是希爾頓全球飯店的旗下一個品牌之一 那在2020年底開業的 那這個飯店非常非常的摩登跟時尚 那整個空間都非常的棒 那這是一個幾城市新舊過去跟未來 還有文化商業一個很棒的一個所在的位置 那這個位置交通也非常的便利喔 我們要到散島式捷運站只要一分鐘 旁邊有一間超級無敵有名的富杭豆漿 那到台北火車站呢也只需要2分鐘的車程 那要去華山一文中心呢 其實也只要3分鐘的時間 所以這個位置啊地理位置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棒 那這個酒店啊它房間總共有175間 那有非常多的一些設施 那我們今天的飯店呢也是免費兌換住宿的喔 今天非常非常的幸運 我們有升級到轉角客房 那在這個飯店的轉角客房就是corner 好轉角客房只有41間 整個飯店啊的大廳啊其實真的是超級無敵好拍照的 那它整面就是有落地的玻璃有自然的採光 然後重點是它就是一個綠建築 那它的大廳呢有超高的空間 而它有很多的獨立的位置 那還有就是沙發區 你也可以在旁邊就是用餐跟朋友討論啊聊天 check-in的櫃台長得蠻酷的 在大廳的正中間 然後看起來很像一個我覺得很像攤車啊 對就是小小的 但是它整個空間卻是非常的大 那在飯店呢3樓以上啊都是客房 每個樓層啊它都是用電影放映室為主題 來做設計的喔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瞧瞧吧 那我們來到1317號房 這是轉角 而且呢 還看得到101耶 有超彩虹嗎 然後看一下它們很細心喔 這邊它還有一個貼一個封條 好買出你的卡 來了啦 哇 是轉角的房間 這邊進門呢 是一個開放式的衣櫃 紅線箱 還有藍色的地盤 那我覺得在床後方的這個窗戶啊 我們看出去 你看還看得到彩虹 那整個 你看還看得到101 所以我覺得這邊的窗景啊都非常非常的棒 那既然它是一個全新的飯店嘛 設計呢 就非常貼近的現代人喔 就是我們現在附了很多訴求 它都幾乎是可以滿足的 重點是我覺得它空間環境非常的寬敞 好 那它兩側的床頭櫃呢 也都是有電源 那窗簾的控制鍵 還有各種的插座 連無線充電都有 所以也很適合國際的觀光客 那對我來講啊 像是我需要充手機啊 錄影設備啊 平板 如果你又是商務的旅客 你又會有筆電 那就是非常需要有充足的插座 那包括在它的沙發下面喔 它也是有插座的 所以我覺得它非常細心跟貼心 就連床頭的喇叭都有無線的充電 那我滿喜歡它的沙發區 配一個圓桌 那我可以在這邊打電腦 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房間呢 有準備膠囊 咖啡機 那秋天裡面呢 也都備有咖啡杯的組合 給我們是去做使用 那再來啊 房間我們可以好好看一下設備 一定要打開電視看一下 就是這個飯店 有什麼樣的一些設施啊 那再來就是還有一些什麼樣的服務 好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特別喔 它在這個房間啊 它這個飯店裡面 它三樓是有健身房跟洗衣間的 所以呢 我們是可以送衣服去洗的喔 然後我們去洗的時候 還可以在房間看 我們的衣服洗好了沒 什麼時候要去拿 OK 那二樓呢 有第三方經營的SPA館 所以在三樓以上就全部都是住宿的房間 那整個房間啊 非常的方正 那空間也很寬敞 行李啊 就是都 滿多地方可以放置的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電視螢幕有一個手機投屏 然後我們就用遙控器呢 選擇 OK OK 選擇進去 然後它就會跳說明 告訴你說 從手機的設備呢 選連結 就是選擇這個screen mirroring 這個 把它點進去以後 就會做連結 然後接下來呢 到這個畫面 到你的手機的YouTube 所以這時候你手機要播什麼 它就會播什麼囉 再來就是這個 一定要 我真的覺得 很喜歡 它這個浴室的環境 空間 因為它有浴缸 然後呢 可以來一杯熱咖啡 或是來一杯酒 然後就在這裡泡澡 重點是 你可以看出去窗外 就是如果過你前一天宿醉的話 在這裡泡澡 真的超舒服 然後看窗外還可以 我還有人在踢球 我真的蠻喜歡 台北時代浴所的 太棒了 而且 馬桶又沒有在這個空間 你就可以很安心的泡澡 對 就不會有味道 然後也不會有就是朋友 就是進來 所以其實大家如果 要分開 就是要上廁所 或者是洗澡的話 這個空間它的設計 是蠻棒的 因為它是兩間是分開的 接下來早上了 早上起床 大家要來到我們台北時代浴所 在這個飯店呢 樓下的星巴克 包廠時代浴所的星巴克 我們來去吃早餐 好喔 那我們下載好 我們台北時代浴所的一個APP 以後呢 很重要的是我們要怎麼兌換 我們的早餐呢 或是我們的餐點 那我們就是到我們的星巴克 那這APP點開啊 它上面呢 會有一個QRcode可以顯示 我們只要到櫃台呢 就可以直接去做兌換 它就會知道我們是房客 那一個人呢 有252點 那你就代表252塊的意思 那我們都享有9折 也就是我們餐點點完9折後呢 再去扣除點數 那只要到櫃台 它就會知道房客 就可以直接扣除囉 那最特別的喔 這是全台灣第一間入住在 飯店裡面的星巴克 那這間星巴克呢 是特色店 所以呢 它裡面除了賣我們平常吃的到的早餐 咖啡以外 它是有賣酒的喔 平日的早上6點半到9點半 跟假日的早上7點到10點 這個時間呢 是沒有對外開放的 所以你想安靜一點的空間 那我們就記得在這個時段呢 下來用餐 可以包場 這間星巴克台北時代 預索門市呢 它跟飯店的設計啊 是有相呼應的喔 它也是融入了電影放映主題 那它的顏色啊 色調的裝潢 是以金色的色調為主 那它就很顯得富麗堂皇 重點是它也是有挑高的設計 那整個挑高就是真的是在我們心目中 星巴克的前幾名喔 總結跟大家說一下 這次入住啊 台北時代預索 我覺得它地點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很喜歡它飯店裡面的 電影主題的設計 因為它包括啊 床頭啊 它的 你可以看得到它就是有一些 電影的滾輪啊 還有我們的門口的燈啊 它都真的設計得非常非常的可愛 那我真的還蠻喜歡的 那希望你們也喜歡 好 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如果還想要看我開箱什麼 或想要看我吃什麼 或想要看什麼樣的類型影片 歡迎在底下幫我留言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